哈囉大家好我是豆豆姐姐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 今天要來開的是在日本代購網站 ZenMarket所訂購的商品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打開來看看囉 每一盒裡面都有用那個 泡泡棉都包得非常的好 可以把東西放進去 還有一個可以當椅子的功用 好可愛喔連包裝盒都好可愛 1 2 3 比我想像中的大好多喔 超醜鬱的時鐘 現在就把其他的打開來看看 他這個是拿來放鑰匙的主要 然後皮是那種軟軟不幸的喔 然後裡面這個拉出來 就可以放鑰匙 然後再來是這個 非常的貼心 他們不僅就是會幫我們檢查貨物 除此之外呢 在寄送到台灣的時候 用這個氣泡棉都把它包起來 這個手機殼呢 是因為我去日本東京Kittyland的時候有看到 然後就覺得非常的可愛 這是iPhone 角落小生物的鎖錶 這個應該是給那種我小朋友帶的 它還有別的顏色的 感覺是鼠頭有點小 就是帶起來的樣子 好可愛 有沒有覺得 超級粉嫩的感覺 粉紅色的 再還有藍色的 第一層 蓋子 第二層 很小 淺淺的粉紅色 第二層 最後一樣是remate系列的玩具 還有貼 還有貼 不用保鮮膜貼起來 這是角落小生物的雜貨墊 然後這有點被擋到 其實裡面 總共有八核 然後這個是 可以剪下來做背景的 還有教你可以怎麼做 這裡面的內容呢 痘痘姐姐之後呢 會拍成影片來分享給大家 大家看裡面的內容 然後敬請期待 以上的七樣東西呢 包含那個 置物箱 還有很可愛的 時鐘 做豆漆姐姐 都是在日本代貨網站上面買的 他們的好處呢 就是你在買的時候呢 他們會先幫你檢查商品 如果發現這個商品 沒有辦法報貨或是有問題的話 他們就會直接 幫我跟對方的賣家聯絡 然後會再把錢 退回到原本你的帳戶裡面 他每一個產品呢 就是會著收300元的日幣 和台幣大約是八十幾塊錢 所以你們在選購商品的時候呢 要自己斟酌看看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有喜歡角落小生物的朋友們 也可以在影片說明欄下方 點進去看看喔 歡迎大家可以使用看看 他們自己有客服人員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直接問他們線上的客服人員 他們也會很快 然後很細心的幫你們回答所有的問題 以上就是今天豆豆姐姐的開箱跟介紹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